中文字幕 李宗盛 钢金马影展的同仁 请我做这个专题 然后包括写这个专文 他们希望有一场导读 我不敢說我可以導讀 我覺得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看完這些皮亞拉的作品之後的一些想法 然後他們就跟我說 希望我挑一個片子 然後合適在做導讀之後的這個作品 我就非常不怕死的挑了《惡魔天空》一下 所以你們待會問我 關於這部電影的一些問題 跟上帝和惡魔都在你的內心一樣 無法很直覺地回答你們是不是對的 或是錯的 或是這樣的解讀是否正確 但是我還是挑了這個作品 因為第一個這個是 我覺得這是它所有年表裡面 最奇怪的一部作品 也是最大膽的一部作品 待會我們會稍微勾勒一下皮亞拉的生平 還有它幾部主要的作品 主要的主題 以及它主要的作品的一個風格 跟這個方向 在這樣的一個年表的脈絡裡面 其實這個惡魔天空下確實是比較奇怪的 而且也是最聳動的一個 它大膽地去討論這個善跟惡 或者是一個人跟自己內在衝突的這個部分 然後它放在一個神父的這個角色身上 那另外選這個作品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 我想台灣的觀眾對皮亞拉的了解 應該跟我一樣是一點點 那它最有名的一個故事 也是在那個專門裡我有提到 大家都知道 惡魔天空下是它最獲得 這個如果從獎項的這個成績來看 獲得最高的肯定的一個作品 這是當年的 堪稱一展金鐘旅長的作品 我想大家今天看完這個電影 應該大部分的人是第一次看的 也許有一些少部分的觀眾 比較資深的觀眾 過去曾經看過 或者是在其他的管道看過 那你可以想像到這個作品 當年在堪稱一展得獎的時候的一個爭議 我想第一個是 他挑了一個這樣宗教的主題 然後是非常挑信式的 裡面有非常多的辯證 這個部分我覺得對於一些 也許等一下有些觀眾是 對於這個宗教比較多研究的 這個觀眾 或者是可以分享你的看法 但我想這個肯定是一個爭議的議題 第一個是爭議的議題 第二個是他採取的一個手法 是一個很隱晦的 待會我會提 其實皮亞拉所有的作品 他都有一個故事 可是其實你很難去用一般的敘事電影的脈絡 去跟隨他的故事 也就是說 他的故事是依照著持續發展 絕對沒有錯 可是在他的電影裡面 他會抽掉很多的部分 光我們剛剛看這個惡魔天空相反 你就會發現 他故事好像很綿密的一直進展 可是其實你仔細回想 中間有非常多的細節其實是不見的 我的意思是比方說 他跟這個傑拉德巴迪爾 跟桑德林波奈爾 就是這個神父跟那個殺人少女 以後這樣簡稱 碰到的時候說了很多的話 然後突然間一轉眼 這個事情就過去了 那他到底跟他說了什麼 他一定肯定跟他說了一些什麼 所以我們後面看到的是 那個女孩就自殺了 然後他只有跟他的這個 他應該算是主教嗎 也不是主教 他應該算是那個區的一個長 就是在這個 算是他的長官或是長輩 就是那個角色是皮阿拉自己演的 皮阿拉很喜歡演這種恐怖的副職輩 如果各位有看這個 關於我們的愛情的話 裡面那個恐怖的 有點神經病的爸爸 也是他自己演的 那你就會看到 其實他就直接跳到那裡去 然後再訴說他跟那個女孩的事情 然後再轉回來的時候 那個女孩已經死了 包括我們看電影的最後 最後其實他因為這個事件完了以後 他被派到另外一個小的一個教區 也一樣的 其實當他到另外一個教區的時候 我們似乎有感受到 他應該已經過了一段時間了 因為馬上跳過去的時候 其實那個教區的人 似乎已經非常依賴這個神父 甚至覺得他是聖人 有神機一般 所以也有人生病 憑死了就趕快來找他 那顯然這是過了一段時間之後 所以你可以看到 後來就是這個皮阿拉演的這個角色 又來探訪他 顯然是過了一段時間了 然後由那個幫他掃地煮飯的這個 庸人去講他的生活 那我們知道他其實是一個 非常這個自我克制 然後也是一個 其實是會跟這個一般的民眾 就是一般的這個教徒 在這個生活上面發生 這個聯繫 很緊密的一個神父 但我們顯然從他們的對話中發現 這個時間已經過了 所以其實這個電影裡面 跟我們待會兒會提 皮阿拉所有的電影裡面一樣 他不是一個喜歡把所有的事情的起承轉合 跟每一個階段的脈絡都講得清清楚楚的一個導演 所以某個程度上來說 你閱讀他的電影可能會有一點點困難 但是我會比較建議 也許有些觀眾今天是第一次看 第一場看他的電影 或是已經看了一兩部 後面還有三天 還有一些皮阿拉的電影 要稍微的讓自己不要陷在那個情節的這個問題打轉 我們常常看電影的時候會很習慣 一定要找答案 一定要找因果 皮阿拉很顯然是不太理這一套的 他比較重要是在乎每一場戲跟每一場戲之間 那個當下的他所謂的一個真實發生的事情 發生的衝突或是發生的角色 不管是內在或是角色跟角色之間 彼此的這個撞擊 那一段又一段的戲之間 他是按照時間走的 可是中間可能會有些東西 你必須要靠自己的想像去奉布 這是他自己信奉的一種非常特別的一個 寫詩的這個基調跟方法 他是一個非常多怪癖的一個導演 但我會跟大家說一說 包括他的創作的方法 還有他說故事的一個方法 還有甚至他拍攝電影的一些方法 都有非常多奇怪的一個堅持 所以我在準備今天這個講座的時候 就重新又再勾了很多他的事情 重新回想這些電影的發展 滿有趣的 我覺得他的奇怪的性格跟奇怪拍電影的方法 還滿像聶影娘那句最關鍵的對白 叫一個人沒有同類 所以他其實是一個有點被低估的導演 他我可以簡單先來跟大家講一點點 他的這個生平的一個故事 他是出生於1925年 那其實他出生的時間 比所有新浪潮的導演都還要早 所以他其實是比那些新浪潮的導演都還要老 但是他真的進到拍電影的時候已經43歲了 儲福那些人都出來了 所以如果有些朋友看一下資料應該可以理解 他1968年才有機會第一部拍到他的長片 叫《我們這裡翻成赤裸童年》 這個片其實幫他做監製 跟幫他很多忙的人就是儲福 但是他其實並不是非常認同新浪潮 他曾經在一些訪問中有提到 他跟新浪潮其實是不同的路線 那他所相信的寫實跟電影美學 和新浪潮也不太一樣 那其實在真正可以拍電影之前 其實他的人生有非常多的 如果說最後他的終極的目標 是想要當一個導演的話 其實他走到這個路的過程是還蠻困難的 很多人都知道其實他是一個很 他最最早最早他最喜歡的興趣其實是畫畫 從小他就非常喜歡畫畫 但是他從後來 包括學習的路上啊 想要尋找老師啊 或是想要走這條路都不是太順遂 甚至有我有讀到這個 不知道是真的假的 有讀到這個介紹他的 有說有老師甚至告訴他 裡面有畫畫的天分 但是他沒有放棄他對這個 繪畫的這個喜好 那他到學校裡面去學建築啊 學其他的東西 但是他還是繼續的畫畫 然後其間呢 後來他也做過各種各式各樣的亂七八糟 各種工作 但是都沒有放棄畫畫這件事 蠻有趣的一個轉捩點 是1951年 然後他有了一台攝影機 然後他開始拍片 拍的是這個紀錄片 其實拍紀錄片這件事 是很深深的影響他對於電影的一個思考 那他在正式的拍劇情片之間 之前花了非常多的時間拍紀錄片 所以他非常相信攝影機打開 在拍攝的時候 他認為那個所有的東西 都在當下是真正的真實 即使是虛構的劇情片 我們都應該在那個時刻 盡量的讓他做到真實 待會我們會解釋 他因為這個得罪很多人 然後 所以這個拍紀錄片 跟紀錄片裡面寫實 這件事就深深的影響他對電影的思考 那他非常嚮往 最喜歡的電影的大師 是最早期的電影的導演 盧米埃 拍很多生活的片段開始 這些東西他非常的嚮往 所以這個紀錄片的美學 跟紀錄片的一個拍攝 對他後來從進到劇情片裡面 不管是實際的經驗跟對於電影美學的一個態度 有非常深刻的一個影響 然後他也有一段時間很想做演員 所以我們會看到他還蠻矮嚴的 會在他的這個電影裡面 出現 大概在1960年代的中期 他就從事了非常多紀錄片的拍攝的工作 然後他還到土耳其去拍了很多土耳其當地的紀錄片 那回來了以後 他就有兩件很重要的事影響他 一個是他跟當時的一個女朋友分手了 叫克萊特 為什麼要特別提這段感情 人生中有這麼多的感情 因為這一段如果大家 我不知道這個時刻表裡 大家有沒有機會 看1972年他的第二部長片 叫我們不會白頭到老 那個電影裡面在講一個紀錄片導演 跟他的一個女朋友不斷的分分合合 到最後當他認清了 他覺得他真的最愛的就是這個女人 想要跟他在一起的時候 偏偏那個女人就嫁給了別人 這個痛苦的經驗 他完全是按照自己的這段時間 跟這個女朋友的這個愛情故事 所該寫而成 其實還蠻恐怖的 就是把自己的愛情故事寫出來 然後裡面有非常多這個糾結的 關於愛情的這個分分合合的這個過程 然後對他造成了非常大的一個 愛情的傷痛的一個回憶 那回來以後他繼續拍這個紀錄片 那他參與了法國電視台很多系列的紀錄片的拍攝 那比較重要的一件事 也跟這個他後來的作品有關 就是他就跑去這個範谷要死之前的那個小鎮 去這個做了很多的探訪 那這也可以讓大家稍微知道一下 為什麼他後面會拍範谷傳 然後他選擇的是範谷最後要死前的那一段段段的歲月 因為他到那個地方去做了真的非常非常多的research 然後這個東西變成他一直想要拍的一個主題 所以一直到1991年他才拍了這個範谷傳 那他真正的有機會拍電影是1968年拍了這個赤頭童年 故事裡面講的是一個很任性的一個小孩 然後他在不同的這個寄養家庭裡面這個流浪 那我覺得特別有意思的是那個電影的監製是儲夫 那很多人都覺得那個電影會讓你想到這個儲夫的四百集 就是裡面有一個問題的小孩 他可能跟當時的社會環境 當時的這個他的家長或是他的父母 或是學校的教條都格格不入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一個性格 那我覺得這個如果你有機會看這個赤頭童年的話 你一定會想到四百集 但有意思的是這個皮阿拉的這個詮釋的方法 跟這個儲夫不太一樣 儲夫的故事裡面的那個小孩 還有很多天真可愛的地方 然後他相對的儲夫把身邊的大人老師這些 詮釋的有點討厭 有點會拿那個所謂的規範 或是說這個教條的東西來框架這個小孩 可是其實在皮阿拉的這個赤頭童年裡並沒有 他去的寄養家庭裡面的人都對他很好 所以某個程度上在那裡面你會看到的是 也許是那個小孩本性的一種緊要不尋 也許是他本性的一種對抗 或者是他本性的只是一種按照他自己個性而走的一個性格 所以他就一直出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其實這個東西會一直延續到他後面的作品 在他的電影裡面 他的主角經常都是一個很清楚自己要做什麼事的一個主體性非常強的一個人 然後面對他的一個感情或是情感的關係 或者親情或者愛情 他會非常勇敢而不顧一切地做很多的一種衝撞 那個衝撞有的時候是一些道德部分 有的衝撞是一些這個甚至是我們可以理解的 一般的這個規範的部分 待會兒會談 所以在他的電影裡面的這些主角其實是很勇敢的要去對抗很多我們所認為的世俗環境裡所認知的一些道德觀也好 基本的這個所謂的一般的認知的主流價值也好 他是非常勇敢的想要去對抗這些東西的 可是那個過程中你會覺得在皮雅拉的鏡頭裡面這些人是非常自在的 我的意思說他們的自在是他們很清楚這些規範 他們很清楚他很清楚他不能當他第三者 可是他又覺得這樣很愉快 所以他會勇敢地繼續做 或者是像這個如果有機會大家看那個末路刑警 我覺得最有意思的就是傑哈勒巴迪爾演的那個警察 其實他自始至終都知道蘇菲馬索是一個像蛇蝎美人一般的女人 很漂亮有很多事不講實話 背後好像有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可是他又很清楚地放任自己跟著這個女人跟著她的一個感覺 然後自然而然的其實好像一定也必須面對或是知道後面是必有的一個後果 我不知道各位怎麼看今天這個電影是最難進入他的角色的核心的 所以如果你今天看了這個電影覺得很挫折很傷心 我講完了也不會讓你們獲得救贖的話 勇敢地去看一些他講愛情跟感情關係的一個作品 你會覺得舒坦很多 因為當他把命題轉向到比較單純的講愛情關係或是親屬關係的時候 其實皮亞拉的那個講去專注於去講個人的主體性的一種浪漫或是一種執著 會變得非常的有魅力 而不是像這個片稍微的比較難以進入 好 那剛剛我們提到1972年的我們不會白頭到老是他的這個自己的愛情故事 我可以私心地說其實我自己最喜歡的是這一部電影 因為你有點很難看到一個人拍自己的愛情故事感這麼血淋淋赤裸裸的 然後在那個電影裡面你很難訴說他真正的情節 其實他就是一對戀人 然後一下子甜蜜的要死在床上在那邊親親我我 然後講很多肉麻稀稀的話 下一個鏡頭突然間他們就開始對對方嘶吼 然後甚至暴力相向 你看這個電影的時候會有點覺得這對人真是活該 就是一直互相在折磨自己 然後又走回在一起 但是命運的捉弄就是這樣 當他們覺得 尤其是那個角度很明顯 比亞拉是很誠實的 電影越走到後面你就會發現 他完全是越靠近那個男生的主角的眼光去看待這件事情 那最後你就會發現這個荒謬的事情 就是當你好像覺得真正的愛情在眼前的時候 這些女的已經跑掉了 這個電影大概是他自我 我覺得是他自我投射最重要的電影之一 把自己一段非常轟轟烈烈 然後非常激昂的一個愛情故事講得很精彩 所以如果大家被今天的這個電影嚇到的話 還有機會可以看一下這個作品 那後面他其實接下來拍的這個電影 大概有一些不太一樣的角色跟情節 不過大概都不 我覺得在主題上都非常非常類似我說的 大概都是這個 跟鏡頭緊跟著這個故事裡面的一個主角 去處理主角所面對的一個人際關係或親密關係 然後呢他會非常的尊重這個個人的主體性的一個發展跟追求 所以你會看到這些人陷入在一些狀況裡面 可能不是我們一般的常理或是我們一般的常規所能接受的 但是他會宛如有點瘋狂或是有點放縱一般的去追求這個事情 可是他又會拍攝出這個角色理性的一面 所以其實我覺得最迷人的特質在這裡 就是在他的電影裡面你會看到這些主角們 他們不顧一切的去追求自己喜歡的或是自己嚮往的 或是自己心隨意走的事情 可是你會看到他一方面在對抗這個大環境的規範 跟這個倫理或道的一個框架 甚至這個去衝撞這些所謂的這個框架 但他自己其實是很清楚這個狀態 這也因為這樣讓他的角色都變得非常的迷人 我說的迷人意思是我不知道像我自己看 我會覺得他拍出了某些我們不敢面對的 但其實我們可能都很想這樣跟著做的一些違背 原本的道德規範違背我們違背人性的一個地方 可是在他的電影裡面都變得非常的理智 就是這些角色變得很迷人的一個地方 他是一個非常非常多自我要求的一個導演 他的對於這個劇本還有這個現實場景的一個要求 是非常非常嚴苛的 他有很多的怪癖跟潔癖堅持非常多的主見 所以其實他在圈子裡面沒有太多朋友 連他最好的朋友後來都鬧翻了 所以潔癖的巴迪二很了不起 潔癖的巴迪二是跟他工作非常非常久的這個演員 一直到他最後一部這個難為了爸爸 他都一直跟他合作 那比方說他會堅持一定要實景拍攝 比方說如果這個電影改編自一個小說 那小說裡有巨細迷的寫到在什麼地點 這個龜毛跟難搞的皮亞拉就會要求他一定要去那裡拍 不管那裡的拍片環境如何 不管那裡的這個狀況合不合適拍片 所以他的工作人員經常跟他吵架 然後他對這個影片的原來的這個劇本的設定啊 包括甚至時間氣候什麼之類 他都要求的非常嚴格 所以最有名的故事就是我剛剛講的那個 我們不會白頭到老 裡面的那個男演員 那個男主角啊 他其實非常非常不滿意皮亞拉幫他設定的那個角色 他覺得那個男人很爛 然後他一直跟皮亞拉溝通跟抗議 甚至沒什麼用皮亞拉就不理他 然後他們甚至是鬧翻了 鬧翻了以後又回來 就是整個的一個狀況是非常僵的 但後來還是把影片完成了 我不知道這個癥結的點在哪裡 可是其實我看後來出來的電影的版本 我並沒有覺得他是一個很討人厭的角色 那裡面的兩位男女主角的演技非常的精彩 結果他雖然很氣皮亞拉 但是沒想到這個角色是讓他得到了看成影展的這個最佳男主角 那還有一個很有名的例子是這個 他們拍這個關於我們的愛情的時候 裡面演媽媽那個角色 聽說那個女演員也跟皮亞拉吵到不亦樂 就是吵到這個不是不亦樂無 吵到不可開交 非常非常的嚴重 嚴重到甚至會 因為這個電影是幾乎要停拍 還有一些演員想要說可不可以把導演換掉 我查到的資料有這樣子寫 但是大概可以發現 就是說這個導演是完全不妥協的 他的不妥協跟一絲不苟是 包括這些所有的角色的設定 跟他拍攝的一個方法 那回到這個電影裡面的一個做法 你就會發現 其實皮亞拉有一些特別的在敘事跟拍攝的手法上的一些要求 那他幾乎在所有的電影裡都堅持做到這些特殊的形式上的一個發展 那這些形式上的一個要求跟做法也形塑了他的電影的很特別的一個美學 比方說我剛剛跟大家說的 如果你有機會真的把皮亞拉的電影全部看完 我個人覺得這個惡魔天空下已經是他所有的敘事裡面最奇怪的一個了 他其他幾乎大部分的電影都是用一條線一直往下走的一個敘事方法 你不會在他 他一生就只拍過這十部電影 你從來不會在他的電影裡面看到所謂的倒序 就是我們講一講突然去講flashback 也不會看到也不會在他的電影裡面看到 有的時候要倒回去有一個夢境 甚至是過度明顯的這個兩條線的交叉剪輯 在他的電影裡都非常少出現 所以他認定的這個寫實就是鏡頭跟著這個主角一直往下走 然後發生了什麼事情 但是他不會安於這個傳統的這種好萊塢電影習慣的 把它養成了一個虛勢方法 我必須要把所有的事情用透明的方式 讓你所有的都看到 然後去展現出這種所謂的 因為我知道所有事情的因果關係 而創造出來的一種 好像這個假裝看到什麼都看到的一個安排好的一種寫實 其實不是 所以在他的這個電影裡面 他是這樣做的 所以你很少在他的電影裡面看到跳躍的虛勢 跟過於複雜的虛勢線的一個交融 那也因為都是一個單純的單條組 虛勢的一個發展 所以他反而會讓你在故事跟故事的段落之間 或是時間跟時間的段落之間 你反而會停下來去思考 在這個抽離的過程之間 他們到底發生了什麼事 所以在我自己看到後面 我覺得皮卡拉的電影很有趣 是它是一個不斷召喚觀眾去 縫合敘事的一個導演 就是今天這個主角發生的這件事 到下一件事之間 其實中間一定發生了一些什麼事 所以觀眾會在從這一場戲 到下一場戲的過程之間 去發生很多的撞擊在心裡 就是當這個事件到下一個事件中間的時候 他們發生了什麼質變 在這個角色裡面 那如果你一直陷在那個裡面 你就很難把他的電影裡面的一個完整性看出來 可是其實他還是很完整的講完了這個故事 就像我剛剛說 這個我們不會白頭到老 看起來它是一段愛情的這個過程 但它其實沒有開始 通常我們在講一個愛情故事 就是開始白頭公明化當年 就是當年我們在哪裡怎麼樣遇到 他從頭到尾都不提 所以我們看電影一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是要去度假 去碰面在車上聊天 然後接下來就發生很多很多的事情 那中間發生了什麼事情 包括他們有的時候講的這個感情裡面 有很多這個你情我願的感情在 他也不把事情講清楚 但是我們看到的就是一個非常寫實的 在愛情關係之中一直不斷互相傷害 傷害完了卻又發現對方的好的這種關係 某個程度上來說 這不就是最誠實的一個愛情關係嗎 就好像我們剛剛看的這個 惡魔天空下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覺得 比方說那個女主角的角色有一種無端端就突然插進來的一個感覺 然後他就這個發生了他跟不同的情人的事情 然後他殺了其中的一個情人 然後他又突然間碰到了這個神父 當然我相信各位如果用合理性的跟想像性的方式 這個故事有非常非常多的解釋方法 你可以把這個桑德林波奈爾跟這個 在路上遇到一個很奇怪的賣馬的那個人 有很長一段的夜戲 你都可以把他看成這整段 這個是不是真的還是假的 是上帝給你的試煉嗎 所以其實這一整個電影 如果你要認真的去分析的話 他有非常多的東西是斷裂的 包括那個女主角的背景是什麼 其實我們很多部分是不清楚的 但是這個不清楚 你當然可以去思考 但是他其實並不影響皮亞拉索講的這個 故事的一個重點 其實他很清楚 最重要要講的是這個神父 面對自己內在的一個衝突的考驗 最關鍵的是他說出的那個話 他說 撒旦就在我們的意識裡面 所以你也可以想像這個電影 在坎城影展受到的爭議 我想很重要的 除了他這個 不是太容易讓人清淨的一個敘事方式 跟形式之外 還有很重要很重要的一個原因 是他對於這個宗教 或是說整個對於這個宗教觀的一個挑釁 那說穿了也是 他認為 因為人的內在其實是同時存在的這樣的東西 那只是這個角色剛好放到一個神父身上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神父其實從電影的一開始 他就在質疑一整個事情 質疑自己的能力 質疑他所可以做到的一個事情 那越到後面我們越看到 他仿佛可以理解這個上帝的這個神域 可是他又看到了撒旦或是說惡魔 帶給他的這個一些指示或是指令 所以在這個電影裡面其實這個衝突是在 傑阿德巴蒂的這個角色身上不斷地在辯證 所以包括他碰到了所有的人 碰到所有也許是寫實 也許是非寫實的這個事情 一直直到這個最後 那以這個例子 以這個片子我們剛看的這個片子的例子 你就會發現其實中間有非常多的東西是斷裂的 你沒有辦法真正的去解釋 所以你只能在這個過程跟過程之間去感受到 那個角色對於內在的自己的一個拉扯 所以其實這個電影不管中間哪些段落 他們有一些對話 可能是這個有點懸的 或是說哪些發生的一個事情 是沒有一個必定可以解釋的前因後果的 但他其實最後都兜回這個角色的內在 他的內在自己去面對他的身份 以及這個神跟這個善與惡 這個上帝跟這個撒旦之間的一個衝突 在這個電影裡面 所以其實這個部分是 我覺得這個部分是皮哈拉最想講的這個東西 不過他你就可以看到他 其實在電影的敘事上面的這樣的一個偏好 然後他的電影是非常少用音樂的 這部這個惡魔天空下已經是少數 在中間有串一些音樂的 他既然相信所有拍攝本身就是建立現實的過程 就是拍攝的時候就是當時的這個現實 那他當然不會認為要在事後加很多音樂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多看幾個皮哈拉的電影 他大部分的音樂都是在情節裡面會出現的這個音樂 懂我意思嗎 就是他不是後面加進去的 他不喜歡用後面的配音樂加進去去改變 他原本就拍攝到的所謂的當時的他認為可以捕捉到的這個現實 所以在他的大部分的電影裡面 你會看到他沒有這個過度的這個修飾 所以包括剪接 我跟大家說其實你仔細看的話 他的電影裡非常少出現 敘事的交叉剪接 或是刻意的一個剪接的對照 大部分就是一場戲一場戲一場戲 非常清楚的一直往下推進 事件那一個接一個接一個接一個不斷的一個發展 那這就是他的某一種截癖 他不要用這個後面過度的剪接 還有在敘事上面的一個翻轉或是顛倒 或者是有這個倒序回去又再回來的這些事情 去干擾他認為的所謂的一個真實 所以其實他的故事 他講故事某個程度上來說 他是一直啪啪啪一直往下講的 他不會有任何的這種玩弄敘事的這個過程 包括在劇本的階段 包括在最後這個剪接的一個階段 所以你會看到他的電影裡面某個程度上 你可以說這是留白 那這些留白是我覺得是給觀眾機會進去 這個電影裡面去做想像的一個空間 那所以今天看的這個片應該是最難懂的一個 反正今天這個你撐過去了 後面你再看任何的片都可以豁然開朗 包括這個我剛剛說的這個 可能最多人看到的另外想看的或是說 曾經看過另外一個作品是泛古傳 那就像我說的這個 大家對於這個傳奇畫家的一個故事 你可能會想就是這個他要拍他如何的展現他的這個畫風 就是如何走到後面的他的這個繪畫的路線 或者是他的傳奇的人生 可是其實在皮亞拉的版本的泛古傳裡面 他拍的是最後他死前的那一段短短的歲月 然後他跟他的哥哥之間的一個很扭曲 又很糾結的一個關係 那那個時候就是這個片子其實跟我們所過去讀過的泛古的故事 或是一些傳奇不是完全的一樣的 包括他跟他哥哥的關係 其實跟這個電影裡面的相比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然後大家最喜歡開玩笑的就是 他已經到了這個快要舉槍自殺的這個尾巴的時候 他其實應該已經割掉他的卓爾 可是大家看這個電影都會開玩笑說 為什麼他的卓爾還一直還在 那很有趣 就是你就知道皮亞拉並不是在拘泥跟糾結這些所謂的 大家知道泛古最傳奇的這些事情 包括這個電影如果你去看的話 我們都已經知道他最後的命運就是自殺 他完全都不拍這些衝突的部分 幾乎在這個兩個多小時的劇情裡面 就是走著走著走著突然他就死了 那他其實比較想拍的是在死前的這幾個月 他的一個人生命的一個態度 他跟不同的女人之間的一個關係 然後他跟他哥哥非常糾結的一個關係 他又想這個任性的做他要做的事情 可是他哥哥對他的很多幫助 甚至對他的很多的影響 甚至跟他哥哥和嫂嫂之間的這個關係 就變成他在這個電影裡面想要詮釋的 所以一樣你去看泛古轉的電影 他其實這個片名其實不是太好 他一點都不想轉 他比較像泛古死前的某些散漫的生活 比較像散文 就是他快要死之前的這些生活 畫畫也不是最重要的這個重點 反而是他在最後自殺之前的 人生是怎麼樣的一個狀況 跟一個這個混亂的一個階段 那在這個皮亞拉的電影裡面呢 其實他完全的用另外一個角度來解釋的話 其實他非常喜歡拍人面對這個事情的一個衝突 在他的電影裡面其實非常多 有些觀眾或是說法國過去的這個評論 在寫到他的電影裡面 就是說他的電影不被一般觀眾所接受或親近 很重要就是一個原因就是他都拍這些角色很痛苦的這個內在 跟痛苦的這個經歷 然後裡面不斷的糾結跟呈現的是角色的 關於心理的或是身體的裡面受到的一個衝突或是傷害 那這個部分其實是他 我覺得是他自己認知人生觀的一個態度 但他是非常赤裸裸的把它呈現出來 那所以他其實特別會拍很多這個 我講的這種衝突的這個戲 比方說這個1980年的這個片子 這個片子現在來看真是很驚人的這個卡斯 叫做陸陸 那吉阿德巴迪爾跟這個伊莎貝與培 那他們演一對這個婚外情的這個對象 然後他們是在一個這個夜店裡面就碰上了 然後非常自然的兩個人就發生了這個婚外情 那伊莎貝與培是有老公的 然後他也很搭拉拉的跟坦蕩蕩的 讓他老公知道他有這樣一個情夫 那在皮阿拉的盡頭之下 這個老公是拘警的中產階級的 然後斯斯文文 然後吉阿德巴迪爾就是又高又壯 那個時候他還蠻帥的 沒有現在那麼胖 然後代表的是一種非常強烈的一種雄性的這個一個象征 所以這個電影就非常快的就進入了這個這個關係 那很有意思的是他從伊莎貝與培這個老婆的角度去看這個關係的時候 其實他們的這個情感關係是非常扭曲的 在這個電影的這個後半段裡面 其實他跟這個吉阿德巴迪爾維持著一定的一個關係 跟他的老公也維持著一定的關係 然後他可以一下跟他老公發生性關係 一下又去跟吉阿德巴迪爾發生性關係 然後甚至三個人都彼此容忍對方的存在 然後那個女人也有掙扎 但是他的掙扎又是如此的理所當然 就是但是我喜歡跟這個人在一起 我又不願意放過你 所以這個電影是我覺得大概是 他的這個電影裡面這個戲劇性最強的 包括當然有很多創戲 然後兩個這個大家很熟悉的大明星 講的是這個婚外情的這個一個關係 所以我自己反而覺得這個是蠻好的 可以入門講他的看他的電影還蠻重要的 也蠻容易先進來看的這個其中一部電影 那其實大家就會看到像蘇菲瑪索啦 這個跟這個我們剛剛講的這個伊莎貝玉培 還有今天我們看的這個惡魔天空下 這個女主角叫桑德林波奈爾 尤其是桑德林波奈爾 他其實幾乎是皮阿拉一首這個拉拔出來的 那最有名的就是因為他找他演了這個1983年的這個 關於我們的愛情 我其實看我是很多年前看過這個惡魔天空下 我記得我在大學的時候看過這個電影 那我記得我應該是睡了又醒醒了又睡了 那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段就是這個桑德林波奈爾自殺 另外那印象很深刻就是夾的巴迪爾拿著鐵鍊一直打自己 所以那個畫面永遠都在我的腦子裡印象非常深刻 可是後來再重看 有一點覺得很有意思的是 某個程度上來說 這個電影裡面的這個桑德林波奈爾 有點像是關於我們的愛情裡面的那個少女的某些形象的一個衍生 在關於我們的愛情裡面 他其實講的是一個對自己身體非常自主的一個未成年的一個少女 然後他就跟很多人發生關係 在這個性關係上他是非常自主自由 而且覺得自己可以掌控自己的 但是他有一個很嚴格的爸爸 那我剛剛有講過那個很嚴格的爸爸就是皮阿拉演 所以皮阿拉演的角色就代表某一種教條式的一個觀點 跟這個電影裡面有點像 代表的好像是一種導正的力量 或是一種所謂世俗裡面的這個規範的一個力量 然後在那個電影裡面 那個電影裡面就透過那個少女的觀點去講 他其實要追求的是自主 情慾上面的一個自主 但是他卻被這個家庭的關係所框架住 尤其是這個演藝的父親 跟一個有點神經的媽媽 還有一個在父親走了以後 就突然覺得自己要管起他的一個哥哥 那個電影裡面非常厲害的是他拍家庭的一個衝突 包括這個父親如何的這個出走以後又回來 然後有兩場很有名的這個 有一場非常有名的一個這個 在吃飯的時候的吵架那個戲 看起來非常的驚人 就是皮亞拉就演一個 離家出走一陣子以後又回來 然後在一個完美的美麗的晚餐上面 如何跟這個全家人這個大衝突的一個很精彩的戲 那像那樣的戲其實是皮亞拉非常擅長的 他會在這個很節制的這個鏡頭語言裡面 然後非常直接的去拍攝這個主角在電影裡面的一個衝擊 包括故事裡面的還有人物的性格上面的一個衝擊 這是皮亞拉很擅長的一個部分 其實在那個時候在準備這個看這個皮亞拉的作品的期間 大概是九月的時候 正好也是這個金馬獎在審片的時候 所以我跟金馬獎的工作人員開玩笑說 那段時間我真是跟這個惡魔天空下的這個地獄一樣 就是過著白天去審金馬獎這樣的片 晚上回家看他們給我的皮亞拉的電影的 過著這種日子 非常不人道也不正常 大家不要這樣看電影 那可是很有意思 你看很多現在的新的作品 來做一個對照的時候 皮亞拉的電影越顯得獨特 這也是為什麼其實皮亞拉是一個有點慢熱的這個導演 就是他過世了 然後隔了很久 其實現在大家慢慢的 像我們看到這次金馬獎仔11的實物片裡面 有幾個片是新的數位修復的版本的一個電影 包括大家對於皮亞拉電影的討論 還有皮亞拉非常特別的一個寫實的美學 還有他非常多特別堅持的一個敘事的方法 跟這個拍電影的一個方法 其實在現在來說反而是一個異類 我的意思是其實在現在電影越來越花俏 比方說我們常說開玩笑說 這個常常你現在看到電影都會為了要讓觀眾覺得好像有驚喜 所以他會有一個結局 然後好像你以為已經要上字幕了 他又轉了另外一個一個橋段 又轉了另外一個橋段 然後大家在追求敘事上面的一個複雜化 比方說有非常多多線的虛勢交錯 或是有非常多的在敘事上玩非常多的手法 認為這樣子好像才是展現某一種在說故事 拍電影的能力上面的一個超越 可是其實反而看了這麼多這個現代的電影 跟現代的這個新的這個玩的是個手法的時候 這個皮雅拉的這個電影反而有一種反不歸真的 的一種反應 就是你反而會看到一個很單純的很直接的去處理影像 很單純很直接的去處理他所認知的某一種真實 還有很單純的讓觀眾就隨著這個不過於花俏變動 跟不過於複雜化的一個敘事過程中去追求他想要你跟的那個角色 其實就變成是我覺得在隔了這麼多年我們才來重看這個皮雅拉電影的時候 反而會看到這個難得之處 那也許在他自己活著或是當初的那個年代裡面 他其實並不是被主流的觀眾跟大部分的影迷所認同的一個創作者 可是其實反而是有點越沉越香 就是你越看到越多可能的這個在電影上面的一個想要追求的繁複的華俏的一個做法的時候 皮雅拉反而是一個反其道而行的一個做法 那其實現在回頭看他在這個這麼長的年代裡面他其實只拍了十部片 你可以發現他就是一個非常自我節制非常自我要求 然後對可能對別人也很嚴苛但是其實相對的也對自己非常嚴苛的一個導演 我覺得現在很少再看到這樣的作者了 就是在拍電影的這個方面 所以這次這個金馬雲燈非常難得把這個皮雅拉的十部作品都全部邀來 可能不是那麼容易消化 但是我覺得如果你今天看完這個惡魔天空下還有一點力氣還可以撐的話 我剛剛說的那幾部也許你可以先再試試看利用後面的這個影展期間 對照你們在這段影展期間看到各種新的作品還有這些當代的電影 其實你會更清楚的感覺到一個很明顯的一個反差 就是在這樣的一個作者其實他用的是這樣的一個特殊的說故事的方法 我覺得最重要還是從裡面去挖掘到他對待電影的一個態度 對我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反而從他的電影裡面看到一種回歸本質的去處理故事 去處理素材跟處理角色的一個方法 這是我自己這個分享給大家 我自己看這個皮雅拉的電影裡面一個很愉快的經驗 所以我運氣還不錯 我很後面才看 就是我以前就看過惡魔天空下 所以這次在重看這個十的電影的時候 我非常聰明直到最後在看惡魔天空下 所以如果有一些觀眾今天是有點不小心被金鐘旅獎騙來 而先看這個電影的 我真的跟大家說就是 抱持著開放一點的這個想法跟態度去看 你剛好看到他特別堅塞的一部電影 反而倒過來看 也許你接下來看他其他的電影會越來越舒服 越來越豁然開朗 然後可以更容易清淨一點 那這是非常難得的一個機會 我常常在說在影展裡面 其實如果有機會可以把一個導演的專題 非常完整的看完是一個很難得的事情 那這次有這樣的一個機會 全部的皮雅拉都演 希望大家不要被今天的這個 比較難的這個電影嚇到 那還有機會的話可以再看看他其他的作品 去感受這個非常特立獨行 然後非常有自我風格 然後非常堅持自己很多原則的一個 怪怪的但是非常有個性的一個導演 然後去感受他非常特殊的一個作者美學 好 那我先差不多說到這邊 我覺得他處理的暴力其實 其實暴力是他電影裡面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但我覺得他處理的並不是真的流血這個暴力 一樣又要講今天這個惡魔天空像是例外 就他真的有這個部分 就是自殺啦這個東西 但是其實在他處理人物關係的部分 他其實喜歡用保持著一個這個貼近的一個角度 讓人跟人之間去做對話 所以其實如果你看陸陸啦 這個關於我們的愛情暴露行情 這些比較講現代的這個作品 安寧的鏡頭啦 白頭我們會白頭到了 甚至赤裸童年都一樣 他其實喜歡用鐘景去拍這個角色之間的對話 因為他在他電影裡面很大量的對話 那人跟人之間對話的時候 就會把衝突的事情端上來 所以然後他們可能就會扭打 或是甚至是對對方用言語以及行動上面的一個暴力 他倒不是真的有很多這個殺人流血的這一種 但是他一點都不客氣的去講 人跟人之間在關係上面的一種精神上面的 甚至身體上面的一個暴力 那我覺得我自己倒不覺得那個暴力是真正的那種 他要放大 比如說跟昆迪塔倫提諾的那種暴力 當然是截然不同的 我覺得他是比較寫實的去講 人跟人之間的一個衝突 或者是說我們在這個主角在面對這個 我剛剛一直說的 他在面對自己不能抗力的這個 一些規範或是這個狀態的時候 他其實會做出一個反抗的姿態 所以我覺得在電影裡面大部分的 所謂的暴力是這一種的部分 所以包括戀人之間的 包括家人之間的 就很多這樣子的一個做法 但他倒不一定真的是要講這個 血淋淋的這種暴力的這個部分 那我覺得那個暴力比較多是從精神上在反映出來的 所以他並不是真的會打到這個頭部血流或是什麼的 不是 而是在那種很緊繃的狀態之下去發生 角色跟角色之間的一個衝突跟碰撞 那我覺得這個部分是他比較想拍跟想講的 這是我的感覺 一次用掌聲謝謝 謝謝 謝謝大家 我希望大家還是把握最後三天去看一看這個Pia 的 韭菜 還有 我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